众所周知,由任佳伦·迪丽热巴主演的《与君初相识》播出后就迅速占据了热搜 这又是一个精彩的道序故事 剧一开场就是男女主角的悲情画面 金云河被常义困在身边 空气中都充斥着虐恋情深的感觉 而不少观众也是感慨 虽然任佳伦演了个哑巴,但眼神都是戏 通过他的眼睛就能读懂他的情绪 那个呆萌傻傻的样,演的一点也不违法 当然后期看热巴的眼神分分钟掌中之物啊 有那个皮帅渣男的味儿 这种极致反差也是非常突出眼镜 近日热巴出席某活动 在采访时他表示 《与君初相识》这部剧是一部虐中带着一点点甜的作品 但是最终会不会按照小说的设定走 会不会将虐进行到底 我先保个密 当然最近大家讨论最多的当属任佳伦 对于他来说把戏演好 服务好每个角色 让观众导演满意才是他最关心的事情 接下来热巴话锋一转 就算宇君初销时拼出再高 自己以后再也不和人家伦搭档了 对此大家议论纷纷 而热巴解释道 与人家伦搭档宇君 他不送我好吃的就算了 我有好吃的 上次他还向导演举报 除非下次人家伦送我好吃的 我就会考虑那么一丢丢 这理由也是笑翻全场 心里甜蜜无边 心外快乐翻天 随着恰是故人归的播出 大家都身陷其中了吧 给你们看看什么叫沉浸式追剧 为了在追剧的过程中更有代入感 武汉的小伙伴竟然把男女主的表情包 贴在电脑旁边 这样就可以一边追剧 一边带入男女主的世界了 不得不说高手还是在民间呀 大概是为了弥补这几天断更的遗憾 官博在一天之内竟然发出了十几条微博 其中还透露了男女主角的吻性花絮 没想到戏里甜蜜蜜的画面 背后竟然这么搞笑 一切都怪导演 看了这么多花絮 谢谢发现了一个问题 一到这种羞羞的环节 导演往往更多戏 一副看热闹不嫌失大的样子 不停在旁边叫导演员 看把孩子为难的都快哭了 听说大家都很期待 这段吻戏是怎么拍出来的 说实话 CC也很想看 没想到官博竟然真的发出来了 果然这才是观众肚子里的回程 我们想啥他都懂 这段花絮大概说的是 常义给并威的云和度凌厉 不过和一般的现象剧不同 他们都是靠吻的 所以导演给他取了个名字 叫凌厉吻 今天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 看过正品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 在戏里他俩可是又甜又满 其实甜满的背后却是欢乐满满 原来云和从床上起来的时候 真的没有借助任何外力 而是完全依靠热巴的腰力 当CC看到的时候 就和任嘉伦是同款反应 这药真是不简单 大家不妨找个平坦的地方 然后模仿云和的姿势 看能不能起来 反正我是不行了 淘气的热巴竟然还趁机 反而散了一把 不停的说 是不是给我掉威亚了 还是牵了线 看得出来平时的热巴一定有坚实健身 才能依靠自己完成这个动作 之后就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长翼和云和终于吻上了 原来杜琳历时发射的蓝光 竟然是公司人员在现场 用手电筹照出来的 真不愧是距离有多美 现实就有多见了 不过也不影响观看 在长翼给云和杜琳历时 一旁的空明都着急了 连忙说长翼你是不是疯了 现实中就因为这句话 任嘉伦在拍摄时一度笑唱 连带着热巴也笑了 看着欢乐的氛围 隔着屏幕都被感染了 第二次拍摄的时候 导演有一个劲的在旁边讲戏 让热巴推开任嘉伦 可是按照剧情 这时的云和上市非常重 哪里还有力气推开 所以热巴就饰演了一回 猫咪挠痒痒 太可爱了 大家都知道嘉伦早有家事 虽然没有规定说不拍吻戏 但是能避免就尽量避免了 遇到剧情需要的部分 也只是蜻蜓点水意思一下 但这次导演又不满意了 还让两人嘴巴互相吸住 这样才能肚琳琳 欢快的热巴立马想到 这不就是鱼吗 这时候任嘉伦就已经完全不行了 马上示意热巴别讲了 大概是想到那个画面 然后害羞了吧 这段哈续除了带给我们快乐之外 其实还能看到很多东西 热巴和任嘉伦都是敬业的演员 他们会和导演沟通 然后讨论剧情 这样出来的效果才会更好 毕竟就算导演再厉害 演员不明白其中含义 也没办法完全也明白 所以揣抖人物性格是很重要的工作 想要拍出好的作品 仅仅是把台词一字不漏的说出来 那是远远不够的 热巴不仅皮 还会改剧本 改得连导演都收好 众所周知 凭借着精彩的剧情 双双在线的人设 已经出镶时开播后 就收获了不错的成绩 在已经播出的剧情里 静云河为了感化长意 好吃好喝的逛着 玩起了不少套路 可以说 该剧情改变合理 不仅人物设定进行修改 整体风格变为搞笑风 而被称为古装扮有景的任嘉伦 古装造型真的太可爱了 当然在演技上也是游牧共睹 不管是眼神里的懵懂及羞涩 欢喜时浅笑 还是声慢气时低头不语 甚至疼痛时皱眉 难过不解释就像个好奇宝宝 虽然任嘉伦已经32岁了 依旧把那种单纯的少年感 拿捏得非常好 还不会让人觉得油腻 最近热巴在宣传时 他表示 该剧团队的精良制作 静云河和常义 这对从最早的立场对立 到后面的同病相连 最后甚至有些彼此喜欢 可以说人物形象刻画得 唯妙唯肖的 有甜有月 张翅有度 关键是一点都不注水 看看任嘉伦 现在每天的朋友圈 都是和家人一起追剧的照片 随后热巴调侃 不过一年早婚的任嘉伦 如今变了 特别的爱追星 帮老婆追星的那一种 上次还帮老婆找我要签名 但是被我拒绝了 面对小伙伴八卦的眼神 热巴解释 我告诉任嘉伦 下次宣传新剧的时候 带嫂子来 我不仅送签名 还免费合影 如果嫂子没时间来 叫嫂子做一点好吃的来也行 当然这次热巴 尤其让人意外 看来找对了角色 是能展现演员的魅力的 任嘉伦也不错 可以说在备受期待的时候 终于杰克面上的这部 国偶剧开局并未让人失望 小伙伴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